过年期间很多未婚的老铁们都不免被家里面催婚 你看尤其是大过年的 那被催婚那是相当不痛快了 但凡有合适的人选 那谁不想脱单呢 你说的话那啥叫合适的人啊 老铁们记住了 但凡你身边出现一个骑白马的 那真不一定是王子 他兴许就是一个杀猪的 咋的 实情人找屠夫啊 别打岔 是有人设下杀猪盘 专门忽悠急于脱单的人 家住山阳市铁西区的小赵就上当了 小赵今年35岁 为了找对象 就在某婚礼网站注册了一个会员 开始的时候通过网站相过一让自信 感觉都不合适 就没再关注这个网站 直到春节期间 小赵再次被家里催婚 家里人又一再地催 我就合递在上网再看看吧 结果这次在上网站一看的时候 有一个说他就是这个网站上的红娘 是他主动联系我 说可以说觉得我条件挺好的 要给我免费推荐那个优秀的这个对象 一听优秀的对象 小赵就有点心动了 就加了这个红娘的微信 跟红娘说完自己的择偶标准之后 没过一个小时 这个红娘就给小赵推荐了一个人 随后两个人就建立了联系 春节期间对方还主动嘘寒问暖 一开始小赵觉得对方年龄偏大 但是通过聊天 感觉对方人很好 慢慢地就动真心了 当时小赵就多问了一句投资的事 本来就没想干啥 纯粹是唠嗑而已 没成想多了一句嘴 竟然成了小赵噩梦的开始 说有一个APP的漏洞可以赚钱 等过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软件在更新之后 就没有这个漏洞可钻了 所以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多挣点钱 然后他就说了那个事之后 他就把他自己的一个 二十万元的一个账户交给我 说让我帮他打理 我当时就是也觉得 他既然这么欣赏我 反正当时我觉得我也挺开心的 找个对象 条件好 对自己也上心 这么一笔巨款都能放心交给他 这让小赵的心理跟吃了蜜一样甜 在帮助对象打理二十万的时候 小赵一时没忍住 干了一件事 就此滑入了深渊 然后我就按照他发来的这个链接下载了APP 就是我在帮他操作的时候 我自己也发那些一万块钱 我合机看看这个钱是真能挣钱还假能挣钱 结果第二天的时候 我那一万块钱就挣了四千 而且还可以提现 反正也就是因为这个事 我就特别相信他 这跟捡钱有啥区别呀 整个春节假期期间 小赵前前后后把自己手投的二十多万存款都投了进去 这时账户的本金和盈利已经高达了五十万 挣了这么多钱 小赵就想把自己的本金二十万提出来 可没成想 遇见了一个问题 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小赵 简直就是言听计从 没有丝毫的怀疑 直到他发现自己联系不上了对方 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小赵今年才三十五 找对象找了个五十七八岁的 这咋想的呀 萝卜白才各有所爱 从遇到心仪的对象 到自己被骗二十多万 前后也就是一周的功夫 直到这样 那买点鲍鱼龙虾吃它不香吗 你也不用马后炮 狡猾的骗子是怎么勾的小赵 一步一步上套的呢 经我们统计春节前后 一共有六位女性在某大型婚恋网站上 遭遇了杀出盘的诈骗 一共涉案金额是一百七十多万元 其中呢 最小的年龄是二十一岁 最大的年龄是五十一岁 全部为单身女性 民进表示 像小赵碰到的这种专门针对女性的感情骗局 已经非常的成熟 因此成功率非常高 诈骗的第一步就是选择有情感漏洞的被害人 也就是骗子所谓的猪仔 比如说感情经历少的年轻女性 还有大龄单身人群 杀出盘案例呢 它是有剧本和套路的 首先第一步是通过各种方式 这个附近的人去加你的好友 比如说微信好友 之后呢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 取得你初步的信任 之后呢 然后呢 是在朋友圈和聊天的过程当中 暂时自己积极向上的一种虚假的形象 比如说顾家 有事业型和单身女性对另一半的期许 第一步成功之后 下一步就是骗子所谓的养猪了 骗子在伪造的多精帅气的成功人士身份演示下 对已经上钩的被害人嘘寒问暖 上演马力苏氏的剧情 从而建立恋爱关系 在信任和好感的基础上 引诱你进行一些虚假的投资理财 就诈骗 最后达到诈骗钱财的目的 诈骗的目的肯定是钱财 而这个过程又被骗子称为杀猪 他们通过后台操作 让进入圈套的被害人 看到自己投资的高额回报 进而引导加大投资力度 直到受害人被榨干 如果说骗子在取得被害人的出本信任之后 他会引诱被害人在一些投资理财 金融APP上进行投资 或者是理财等一些业务 这个APP是骗子在境外 通过不法手段和方式 搭建的一个非法虚假的一个金融APP 金额赚取的收益 都是骗子在后台可以随意操作的 所以说如果您想提倩的时候 骗子会想方设法的设置障碍 阻止你体现 其实每一个骗局的背后 都有一颗在情感的圈套里 被骗得团团转的真心 因此提醒单身人群 寻找自己的另一半无可厚非 这也是人之常情 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网络交友更是要慎之又慎 我重点警惕女骗子 这骗子不分男女 这是一定的 杀猪盘针对的人群都有特点 都是感情缺失 需要感情呵护的单身的男性或者女性 其次它是以感情为入手的 谈感情要伤钱这是真理 所以提醒大伙 第一个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 第二个就是鼓励单身的朋友 要走出去面对面的与人去交流 你找对象何必东奔西走 热线红娘帮您早牵手 放着免费红娘不用 合计啥呢 第三千万不要轻易的听信陌生人 让你对资金进行转账 打款这一些的操作 你就记住了 但凡是涉及资金往来的信息 或者是人一律拉黑 比资金往来的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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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资金往来的信息